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被附体的特别多呢 尤其是最近十年 到处都能听到有被附体的人 而且我们周围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被附体的人 凡是被附体的人都有一个共性 都不是高智商 往往都是自以为是的人 这一类型的人他的欲望非常强烈 也有极少数被附体的人心思单纯 非常善良 学历不太高 大家现在看到的许多被附体的人 可以说他有这种现象 是属于现在的果 那又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因呢 有的是在前世种下的因 而大部分就在这一世 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 渴望自己有功夫出现 久而久之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就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物 能够预知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最初你还以为是自己修炼出来的神通 但是旁观者都知道 这个人的心态和思想在慢慢的起变化 和他原来比 有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人自己并不会察觉到 到最后严重的时候 他会说 周围的人都有问题 他所讲的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都是正确的 而周围人说的话 他都听不进去 一旦到了这种情况 这个人的头脑已经彻底的被无形众生占有了 通常附体的都不外乎 精 灵 鬼 怪似大类 但是被附体的人 往往会说是大仙来了 大家想想 现在的骗子都会冒充 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总 何况无形众生 怎么不会冒充先附神灵再来呢 无形众生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本身在某一世也做过人 因此他还有人的习性存在 虽然他现在没有人的身体 是以无形的身体附在人的身体上 但是他还带有过去做人的记忆 他往往会背诵一些诗词 会讲一些历史的故事 会做一些超乎常人的事情 有的附体是来讨债的 而有的附体是来还债的 一般来说 附体大约10到15年就会离开 即少数时间会更长 不论他是讨债还是还债 大部分都是这个时间 就会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会听到 周围被附体的人 他的功夫没了 失去神通了 实际上这是精灵鬼怪 已经离开他了 来还债的不用说 他是让你出一个名气 发个小财 来讨债的 最后的结果是 他来做人 你死后又取代了他 因为他附在人的身上 就带有人的信息 或者说是带有人的加持力 他既然带有人的加持力 也就意味着能够彼此相互交换 他有了你的人气 你有了他的精灵鬼怪之气 往往这种人命中以后必然会到达精灵鬼怪这个时空层里面去 你活着的时候和什么相应 死后必然会到那个相应的地方去 即使是善缘来附体 如果你长期和他沟通的话 你人体阳气的力量也会逐渐减少 假如一个人的阳气很旺的话 无形众生根本没办法附体 他附在你的身体上 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你的阳气很低 阴气很旺的时候 他就会乘虚而入 大家是否有注意过 有附体的人往往都是在一场大病之后有了神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生病的过程中 正气很虚弱 通俗地讲就是阳气很虚弱 凡是无形众生 他都是属于阴性的 当我们的阳气的力量降低 阴气很重的时候 自然和他相应 他也就敢和我们接近 通常民间所说 杀气重的人 无形众生根本不敢靠近他 如果大家修行比较敏感的话 阴气重的人往你的身边倚靠 你就能感受得到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动机一定要正确 即使你现在没有办法入道 也不要渴望有神通 当你带着一种渴望神通的心在修行时 这些无形众生 他自然会来靠近你 你带有这种欲望在修道 实质上是给了无形众生一个可乘之机 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祈祷有神通 就意味着允许无形众生到你的身上来 无形众生往往看得见因果 不像我们人类看不到六道轮回 有些人即使看到了 也不相信 还有一种极少数的人 他并没有被附体 而是有无形众生跟随在他的周围 这种人的磁场跟对附体的人的磁场 又是截然不一样的 往往无形众生跟随的这一类型的人 他可以做得了主 可以拆神石柜 而被附体的人叫做神石鬼拆 既然是神石鬼拆 那么命中以后必然会去做神 说是成神实在是高抬他了 他不可能成神 只见了当地讲是成精灵鬼怪 所以我们要带着一种正念去修道 当你有了正念存在的时候 鬼神都会来拥护你 他也希望你修行成就了以后 因为他护你的法 因此也受益 所以你能拆神石柜 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对于修行员的心态要求得非常严格 宁可千日不悟 不可一日着魔 一旦着了魔 和这些无形众生沟通了以后 只有到你开悟的那一天 得到的那一天 他才不会附在你的身上 而是在你的周围听你的使唤 否则的话 他永远驾驭着你的头脑 我们常常说的护法神 就是这个道理 提到护法神 很多人在修行中 对护法神特别重视 给护法神供酒 供肉 甚至还会用整头猪 整只鸡 整只鸭的供他 说的通俗一点 这实际上是修行人养的家奴 他每天都要给护法神供酒 供水 实际上许多不是护法神 而是一些精灵鬼怪 不可否认 一些护法神确实是神灵的化身 但也正是因为有一个是真的 才出现了99个假的 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存在 就不会有假的出现 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真的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做 结果一做 99个假的都让你给碰上了 修了一辈子 原来不是在修正道 而是在修鬼道和魔道 活着的时候 能够和他的护法沟通 临终时被他的护法接引 如果护法神真的是神灵的化身 哪里会像他们说的那样 你恭敬他 他就给你办事 你不恭敬他 不给他敬酒敬茶 他就不给你办事呢 一个人只要是一心存有正念 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鬼神 都拿你没办法 都会护你的法 即便他的护法神 也都不过你一个拥有 正知正见的人 如果他是一位神仙 他也不会叫他的护法神 来伤害你 经常听人讲 某一位大师的护法神 厉害得很 实际上 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明事理 根本不是我们 所能想象得到的 我们无论怎么想象 也都是以一种 凡夫的头脑去想 你怎么可能想得到 猜得这种神明的心态呢 我们的修行 就如同爬楼梯一样 当你每爬上一层楼的时候 每层楼里面都有不同的玩具 如果你喜欢第三层楼里的玩具 那你就会停留在三楼 没有办法爬到四楼去 因此我们修行不能太执着 就是要你放下手里的玩具 不断地向上攀登 因为你要前往赶路 沿途的风光 你不能过多留恋 如果你贪恋沿途的风光 那就没办法再前进了 看到这儿 不知您对附体 是否已有所感悟 也许有些人看到这儿会问 当我们真正的面临 被附体的境况 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 只要好好念诵佛咒 就能克服 特别凡阴愣眼咒 此咒的不同之处 不仅仅在于降魔 它还有灭除隐喻等习气方面的作用 小编曾在网络上 看见过一个佛友的感应 说是长期隐喻很重 后来通过念诵佛咒一段时间 有一次看到了一个和人类中人妖一样的魔 离开了她的身体 远远飞去 若不是念咒 她也发现不了 只是感觉长期隐喻特别重而已 而且她能看到 还是在因缘巧合之下 一般人念诵此咒之后 其实鬼神走了 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没那个姻缘看到 自然不明白是此咒帮了大忙 仅仅只是感觉 银心减少了很多而已 而另一位佛友 对羞耻愣言咒的反馈就更为具体 这位佛友说 自己曾遭遇过一个女鬼 夜夜来和她睡觉 把她的精气化成圆光点就吃了 而且一夜吸三次 这是要让她死的节奏 仅仅一个星期 此佛友已经神皮立法 通过烧纸 枕头下方放剪刀等等 都不好使 连求观音菩萨 也因不够至心 而没能感应到菩萨 导致孤立无缘 最后她那生前 羞耻大悲咒的爷爷 在梦里提点她说 要她念诵愣言咒 才可化解 其实此咒 她此前已经读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没有羞耻 和忘记了一样 之后经过她爷爷提点 就重新念起了此咒 结果在夜里 女鬼又来了 她就念此咒和女鬼对抗 这一念 都没念诵到一半 就看见女鬼被定身 并且后面出现了一个护法 是大黑天尊者 极凶猛的样子 把女鬼呵斥了一顿 差点没灭了她 由于佛友希望尊者放过女鬼 才让女鬼有机会落荒而逃 从那以后 这位佛友再也没有在夜里 被吸过精气 也从此对楞眼咒刮目相看 心心大增 确实降魔灭淫除烦恼 还是愣眼咒第一 往生佛国 则佛号第一 各自侧重点不同 当然那些根气好的 也可以通过佛号降魔 但一般人根气差 无法达到 所以要懂得灵活运用才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附体有什么自己的感悟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